接着地方消息来看到三星大翼及拱兆村靠近196县周边住户 长期以来行动电话还有无线上网收讯差 甚至在屋内都没有讯号 现议员李志用就邀请了电信业者会刊 要求尽速寻找适当地点设立基地台 解决居民通讯问题 三星大翼以及拱兆村靠近196县周边的住户 长期以来行动电话以及无线上网的收讯差 甚至在屋内都没有讯号 认为每个月花一笔通讯费等同浪费掉 甚至联络工作也都不变 不断的要求改善 现议员李志用邀请了电信业者来会刊 要求紧速寻找适当地点来设立基地台 以解决居民民生的通讯问题 我们也有很多详情来欢迎 在台湾市区域尤其是在柱地或是在一九六三楼边 我们的电话信和和忘卧信完全没有 地主导很多要使用 我们的新闻电话的人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中央电信 来这里很多区域尤其是在柱地就完全没有信和了 在一九六三楼、严山更坦白说 进入台湾市区域尤其是在柱地返回 所以我们今天会训练 我们希望中央电信 本来对我们永和的服务要迅速来改善 不可以因为每个月要这么多钱 跟三星这两川的基因 都是日程国民的同样 为此业者表示他们会持续与地方的居民沟通 在适当地地点设立基地台 以提供优质的通讯服务 我们选择设计地台的点 有它的困难度 利用这个既有的建筑物去设点 必须有一些条件 比方说高度、涵盖的面积 在住户方面就会有两方面的意见 一方面是持赞成的立场 一方面是反对的立场 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相当的沟通 这是我们想积极地做好涵盖面 但是会碰到的困难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